按一下按鈕 它自動會執行 清除的話就會自動又清掉 那這個部分其實是不需要寫程式的 不需要寫程式喔 但是你要需要學會一個叫錄製聚集的功能 OK 要怎麼樣完成這個步驟 首先第一個請各位一定要記得 在那個上方會有一個其他命令 其他命令裡面有個制定功能區 功能區裡面有個叫開發人員 OK特別注意喔 從哪裡喔 從這邊 其他功能進到哪裡 制定功能區 再找到開發人員 你要把這個功能給打開 按確定 之後各位可以看到 這邊就有開發人員四個字 那也就是說這個功能呢 其實是隱藏功能 如果一般人喔 他是不會打開的 他就顧名思義嘛 開發人員就是 只有開發人員才會去開嘛 那也就是說喔 其實如果將來你要在Excel裡面能夠 有更快的有效率做事情 你可能要把自己定位成開發人員 那其實學校就希望你們也會 做一點開發的動作啦 就是你可以寫點程式 那其實呢 這兩按鈕喔 基本上就靠什麼功能完成的 靠這個 錄製聚集 OK 那什麼叫錄製聚集 實際上就是說呢 你可以把你剛剛做的所有動作 做過之後的話 錄下來 以後的話可以變成一個按鈕 它會幫你重複做那些事情 那比如說什麼呢 像剛剛那個你輸入公司對不對 輸入完公司之後 那你可以把它錄下來 錄下來之後呢 把它變成一個按鈕 它就可以 去執行 那怎麼做喔 我們首先接下來看 第一個 請各位待會記得喔 先把開發人員 跟錄製聚集找到 重點 第二個的話呢 你可能要先彩排 彩排一下 什麼要彩排呢 因為你要錄製嘛 所以你的動作呢 基本上喔 不要做多餘或者錯誤的動作 OK 如果你做多餘或錯誤的動作 它也會幫你把它錄進去 那就錯了喔 OK 那所以呢 我先彩排一下給各位看 怎麼錄製 1 游標可能要先從外面 放在 那個14的儲存格 OK 2的話呢 游標再放在上面 打個勾 它會錄進去 所以第一個動 按下去喔 然後再放在上面 確定之後的話 再快點兩下 它就向下填滿 就完成了 這個按鈕了 那另外第二個按鈕是清除 清除怎麼清除 游標放在這裡 一樣是14 Ctrl Shift向下 特別注意喔 這個可能要記一下 Ctrl Shift向下 游標先放這邊嘛 Ctrl Shift向下 意思就是說呢 我要選取到最下面 那如果選取到最下面的話 以前你可能 習慣的動作是點這邊 往下這樣拉 可是問題喔 你有可能會超過 也可能會 怎麼樣 會跑來跑去啦 所以這個動作我是覺得 盡量還是不要用滑鼠 盡量用鍵盤 鍵盤的話是 點這邊 Ctrl Shift向下 那刪除的話呢 就Delete 這樣就清除了 OK喔 所以呢 我們假設彩排過之後 接下來的話 我們就要來看 如何錄製聚集